对于林之校来说,林老师对他家教甚严,所以好朋友散散地回国,两人一起去酒吧,是林之校对林老师的反叛,更是对父亲专制型教育的一种无声的反抗,也正是因为有这份逃离,他才能够在酒吧偶遇故位,虽然两人刚开始见面,就误会重重,能够在酒吧这种地方遇见真爱,这样的概率,的确有着偶像剧的浪漫。 当林老师生病住院的时候,林之校和他妈妈,将这个老小孩真的照顾得无微不至,天台用一副耳机听歌什么的,也太浪漫了吧,难道这就是耳机分一半忧伤分我一半,这个场景真的在过二十年,回忆起来都会心动的场景,不知道该说顾医生是太会还是无心插柳,反正对观众来说,正中课堂的心,看到弹幕上,许多人都发,求两位素素,开启恋爱撒狗粮模式,在首播当日, 肖战发了一篇小长文,来剖析顾未这个角色,肖战深夜发的这段文,似乎又让我们看到了,当初在拍摄时,肖战是如何与角色共融的,这是一场肖战与顾未的对话,更是一场肖战与三年前自己的对话,感慨顾未的一生的同时,又何尝不是说他自己呢?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明天的生活会发生什么,永远也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,近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短,每个人都会在经历中成长,也会变得更加成熟,就像肖战所说的,无论过去是怎样的,过去的都已经过去, 最重要的是珍惜和把握当下的每一刻,肖战带着顾未一起来呈现出一次不同的心动,不同的际遇,让我们在剧中在生活中去感受和寻找每一份变化